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他这么年轻,不到二十岁,算夭折,按规矩是不能埋进祖坟的 即使他娘家也是有身份的人家,丧事办得很隆重,最后也只能葬在乱坟岗,做一个孤魂野鬼 高家的高老爷为了安抚亲家,花大价钱请了两班最有名的崔子家,晚上在家门口吹对台戏 同行如冤家,崔子家一般都避讳同行对台,能避则避,但这回高家出了大钱 他们也是为了挣口饭吃,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消息传开,附近的几个村子都轰动了 你想,两班最有名的崔子家面对面唱对台戏 谁肯折了名头,肯定都是把牙班子的彩儿拿出来玩命 大行家进了几十年的绝火儿,不到关键时刻不会轻易使人 这种是十年难遇一回,离高庄五里十里的村子里的人 只要路不是太远,都想去开开眼 老百姓子们有耳服了,奔走相告 离高庄不到五里地,有个王家坝子村 这个消息传到村里,村民一开始还高兴了一阵 跟着就有人摇头叹气,直说 命不好,去不了 原来,王家坝子村去高庄只有一条山路 这条山路必须经过一个乱坟岗 而这次死掉的高家媳妇就埋在了乱坟岗 附近方圆石几里,有犯凶煞而死的人都埋在这里 是远近闻名的凶煞地 老被人说起乱坟岗,都说 那地借而白天都甚得慌,天黑更是去不得 村子里流传了许多乱坟岗的恐怖故事 崔子家演得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小命好 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人就是想去,拦也拦不住 这个人就是王大勇,绰号叫王大胆 年轻,又愣,他不信解 王大勇愣,但是不傻 他想约几个人一块儿去 人多胆子壮 跟谁说谁都摇头,有两个动了心的 也被家里的老人拦下来 村里一位老太婆还劝他说 大胆儿啊,可别去 夜里那地方去不得 那是鬼打灯笼的地方 你们年轻人不小的厉害 王大勇嘴里答应就知道了 心里却打定主意 娘个姥姥,没人跟我去我就不敢去了 我王大胆不是吃素的 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鬼 这回正好见见 王大勇打定主意 先回了自己家 冬天黑得早 喝了两大碗热西粥 天已经黑了个把时辰 他不想去得太早 去早了炊子家还没有开始 大冷天他又没地方坐着歇脚 再说好看的节目都压在后头 误不了 王大勇瞅瞅时间差步 穿上大袄 拿了两块干粮 冲爹娘喊一声 我找二蛋耍去了 就出了门 他经常晚上出去耍 爹娘管不住他 这天正好是冬月十六 有个晕乎乎的毛月亮挂在天上 不用活把友能看清路 一进那地界耳 王大勇就感觉不一般 冷风吹透大凹 从前心一直凉到后背 冷得邪门儿 他心里发出 打起了退堂鼓 这风这么阴 难不成这乱坟岗真不干净 不如回去 想着扭头往回走了几步 又一想 这要就这么回去 我王大胆岂不成了王小胆了吗 以后那还有脸子杠直腰杆子和村立人说话 这要回去 大行家的唢呐可也听不到了 一想起这 心里又痒痒 王大勇跺跺脚 紧了紧大拗 又扭回头 硬着头皮咬过乱粉岗 这个让老辈人谈虎色变的地界耳 是个方圆不过四五丈的小土岗 不知道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 范兄杀死的人都要埋到这里 并有看到老辈人常说的鬼灯笼 没有鬼打灯 应该也没有提灯夜行的冤鬼 王大勇暗暗松了一口气 胆子也壮了一些 转过一个雁头 乱粉岗正在眼前 一阵阴风吹过 呜呜的响 就像一个女子轻声乌叶的哭声 王大勇正寻思着 这历界的风声好声古怪 又转过一个雁头 猛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头皮一丈 几两股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只见到尔边的地头上 分明就坐着一个女子 一身白衣 由于月色太昏暗 看不太清模样 好似她怀里还抱着东西 正坐在地头嗡嗡地哭 有鬼 这是王大勇的第一个念头 她转身想跑 可两条腿抖得厉害 迈不开步 那女子哭的声音更大了一些 盖过了风声 这不会是个人吧 这是王大勇的第二个念头 也许是一个单身女子 夜里走到这里 阴风阵阵 又看前后无人 心里害怕不敢敢怒 只好坐在地头哭上了 王大勇越想越对 越想越有道理 自己一个愣爷们儿 走到这里兜下的浑身出汗 何况她一个弱女子 一定是这样的 想到这里 王大勇也不觉害怕了 冲那白衣女子就喊 喂 你是那个村的 你也是去高庄看锤子家的吧 莫怕 我正好也去 你就和我一起走吧 那女子并不理她 只顾嗡嗡哭个不停 一边哭一边嘴里还叼着什么 细听 原来那白衣女子哭道 我的儿啊 王大勇心说别人哭起来 都叫我的娘了 这女人怎么叫我的儿啊 真是奇怪 她又向白衣女子走进几步 说 莫哭了 你是谁家的媳妇 你也莫怕 想去高村就跟着我走 王大勇从白衣女子的身边走过去 瞅了那女子一眼 女子只顾低头哭 看不见模样 倒是怀里抱着的 像是一个未满月的婴儿 用小被褥裹得严严实实 那时候村子里的人思想还封建 讲究男女瘦瘦不亲 王大勇以为女子害羞 不敢跟他说话 他自己也觉得 夜里单独带着人家年轻媳妇走到不太好 让别人见了 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道没什么 只怕有损人家女子的名声 他想我只管走 那女子害怕 自然会远远地跟来 等进了村 人一多 他不怕了自去寻他的亲戚就是 但走了几步 王大勇发现 白衣女子并没有根 还是坐在原地不住地哭 难不成他不是去高村看锤子家的 而是从高村往我们村走亲戚的媳妇 要是我们村的闺女 或者嫁进我们村的媳妇 我应该见过 那更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这荒郊野地 王大勇又反身向那女子说 你是去张家村吗 我是王家坝子村的王大勇 张家村我很熟 你要去谁家 要不我送你去 这回白衣女子有了反应 她指了哭声 抬头看了王大勇一眼 说谁要你多管闲事 说得王大勇一愣 这女子不止面生 还好生不讲理 自己好心想送她 她倒不领情 王大勇心里有气 冲女子说 你不走我可不管你了 我走了 看那女子还是不动 王大勇心里暗骂自己 真是多管闲事 她就是遇了鬼 关自己鸟事 龙姐的大傲 天下那女子接着往高村赶路 又往前走了一里地的功夫 冷风嘶儿嘶儿地从背后吹着 王大勇觉得背后有人上了她 她心里暗笑 那女人脸皮而薄 抹不开面子 当面不肯答应 到底还是害怕跟上来了 王大勇也不回头 怕一回头 休了那女子又不跟了 她只故意放慢脚步 想听一听身后的动静 确定女子已跟上来 身后没有一点动静 脚不声 喘气声都没有 只有风声 风声里乌叶的哭声也听不到了 但是偏就感觉背后有人跟着 她正要回头看 白衣女子抱着孩子 从她身边匆匆走过 抄到了前面 吓了她一跳 女子看都没看王大勇一眼 走得奇怪 转了几个弯就不见了人影 王大勇心说这小女子好快地脚成 当时她并没有注意到 那女子走在月亮地里 脚下连个影子都没有 乱坟岗早就过了 这样也好 女子走出去她也就放心了 王大勇这样想着 心里止不住又跟自己叫上劲 这大胆儿真是白叫了 刮了一阵凉风吓得差点尿裤子 刚才还想扭头回去 这要真回去可就丢死人了 还不如刚才那抱孩子的小媳妇 看来这乱坟岗也就下下胆子小的人 哪有什么冤鬼妖怪 不过转念又一想 心里又不免觉得得意 人人闻之色变的乱坟岗 她大胆儿还不是平躺了过来 一路上她也没有追上那个抱孩子的白衣女子 王大勇认为那个女子可能吓坏了 这一出了险境还不可进而逃 进了高村 道上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村口已是三五成群 都是三里八村赶场来的 王大勇随着人流往前走 听到锣鼓索那吹打的声音 两班吹子家在高村最大的一片广场上对垒 各家竖起四根高杆 四盏气死风灯 用绳子和地面扯紧了 高高挂在杆上 王大勇到的时候刚刚开场 吹打还不太热闹 但是人群已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王大勇年轻力壮 又灵活 脸皮也厚 不管人嘛 三挤两挤挤到前面看上了 两嘎嘎的锁那一吹 锣鼓家伙神儿一向 什么小媳妇乱坟岗 早扔到天处边儿去了 节目那是一个比一个好看 两边的叫好声是一波高过一波 到精彩处 王大勇跟着大火可敬喊 累了就啃两口干粮 也不知时间过了多少 不觉月亮偏了西山 正看到信头上 渐渐站不住了 临出门喝的那两大碗热熄粥 在王大勇的肚子里起了作用 一直倒计十年以后 王大勇说起来这件事就说 如果那天晚上 临出门不喝那两碗粥 事情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是十一月天冷 他粥喝得多 又不出汗 憋不住想去尿 身后边围的都是人 出去还得挤进来 再说大行家的唢呐 吹得正精彩 那舍得出去 这样坚持了一会儿 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王大勇暗骂一声 娘个姥姥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排开人群就挤了出去 他身后的人都巴不得他快走 他个子高 挡着后面好些人看不到 王大勇挤出人堆耳 四处看看 找了个黑嘎 边尿还边想 晚上真不该喝那两碗粥 尿完尿 在人群外边转了两圈 想找个窝口好挤进去 出来容易进去难 两个场子围得水泄不通 还真不好进 王大勇刚准被闷了头 硬挤进去 突然眼角晃见一个白影 白影一闪 翻过一户人家的土墙 就进了那家院子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外头看锤子家 家里肯定没人 翻墙进去的那转 而是个贼啊 王大勇心说好小子 想趁着都去看锤子家的空档 偷人东西 真会挑时候啊 不过你倒霉催的 大黑夜穿身白衣服 一眼就让咱大胆而瞅见了 那还跑得了你 屋里哗啦的唢呐声 王大勇听着也不上心了 他的注意力都被白影吸引了去 过去一看 那家的街门果然从外面锁着 看来家里确实是没有人 好在土院墙不高 王大勇跟着翻进去 建箱房亮着灯 同时听到屋里传出支扭支扭的奇怪声音 这贼不知道在搞什么 居然弄出连续不断的声响 他轻手轻脚挪到窗台下 用口水湿了手指 捅破窗指往里看 家住的这么近 这姑娘怎么不去看锤子家 一个人躲在家里仿线 可能是挂在墙上的煤油灯 有些昏暗 看什么都费劲 王大勇又拔啦拔啦窗户指 索性把窟窿捅得更大一些 视野一开阔 就看到了那个白影 王大勇没想到的是 白影竟是在乱坟岗抱着孩子哭的白衣女子 王大勇一争 这女子是个贼 看起来又不太像 只见那女子慢慢走到访线的大姑娘身边 也不说话 静静看大姑娘访线 大姑娘只管一手指扭指扭摇的访车 一手抽着线 就像没有看见 身边早就站了一个人 接下来 大勇终于知道 大姑娘为什么没有发觉身边有个人了 因为他发现没有灯下 大姑娘和访车都有一条 又黑又长的影子 而那个抱孩子的白衣女子却没有 王大勇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柔柔 在看 确实是没有影子 原来那个女子是个鬼啊 王大勇惊得差点叫出声 想想自己居然差一点领着一个鬼过乱坟岗 滋滋地出了一身冷汗 大姑娘继续仿着她的线 女鬼在一边看着 突然腾出一只手抓住线一拽 仿得好好的线就拽断了 大姑娘叹了一口气 把线投个疙瘩接好 没仿了几圈 那女鬼一伸手 腾一声又把线拽断了 姑娘再接好 女鬼又拽 这么接了拽 拽了接 闹腾了十几回 最后急得大姑娘把手里的棉花条一扔 她到榻上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说 哥嫂怎么把自己一个人锁到家里 他们都去看锤子家 本来心里就委屈 可自己偏也不争气 笨手笨脚纺根线断了十几回 连个营生也做不好 这哥嫂回来 见了少不了还要挨蹲吗 这人活着真是没意思啊 不如死了算了 哭到这里 大姑娘真就坐起身 从墙角找出一团麻绳 一头拴上块木头 扔过两头 然后踩上一方高凳 把麻绳系个扣尔 这就要上吊了 大姑娘两眼发直 把头都伸进了麻绳扣里 眼看被鬼泥了心窍 就要一命呜呼 王大勇一看这还得了 情急之下大喊了一声 嗨 使不得 吓得姑娘一哆嗦 直接从高凳上摔了下来 王大勇见那女鬼 透过窗纸窟窿狠狠盯了她一眼 一闪就不见了 吓得王大勇也是一哆嗦 从心里往外真冒凉气儿 大姑娘摔了一下 倒清醒了 两眼也不直了 她知道了窗外有人心里害怕 缩到踏脚颤声问 谁 谁在外面 王大勇应了一声 莫作傻事 还从原路翻墙出去 王大勇翻出院墙 想起刚才那女鬼 透过窗纸窟窿盯她那一眼 心里就一阵一阵发凉 又出了冷汗 衣服凉冰冰的在身上 夜风一吹动的她直打颤 八根高杆上的八盏风灯 发出昏黄的光 下面是黑压压的人群 锣鼓唆的声音 听到耳朵里再不是一种享受 所有的东西都被一种恐惧感笼罩 王大勇重有几近人群 想借人多驱走恐惧 大行家已经下场 表演高潮已过 夜夜深沉 陆陆续续开始有人退场 王大勇本也想这时候走 但是想起要一个人过乱坟岗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是等散场以后 跟着三里八乡的人一起走 人这么多 也许有几个同村的也说不定 走夜路 结个半总好过一个人 正想着散场的罗声光然敲响 随着掌罗人高喊的一声老少爷们儿 明天请好儿 人群一哄儿 一部分人涌向村口 王大勇就在这些人中间 越走人越少 越走人越少 等到最后一个通王家坝子村的岔路口 只剩下四个人 另外三个王大勇一个也不认识 果然 那三个人走了另一条路 去了另一个村 通王家坝子村的这条路口 只剩下王大勇孤零零的一个人 这时的月光退了 光晕到清亮起来 天一点也不黑 王大勇心想这可怎么办 他也想过去走另外一条路 绕回王家坝子村 不过那样要多走几十里路 犹豫了半天 最后还是发挥了他愣头青的风范 一跺脚 管他姥姥的 闯过去再说 远远的望见那黑矮矮的山岗 一进那地界尔 风刮起来明显就不一样 王大勇干脆一搂大敖 甩开长腿跑上了 他只求快点过了乱坟岗 呜呜的风响 又像是女子乌业的哭声 王大勇的愣进上来 管不了那许多 通通的脚步声 就像他的心跳越来越快 转过一个弯就是乱坟岗 猛然间一个白影 斜着一阵阴风 呼得飘到眼前 吓得王大勇差点摔倒 只见那女鬼早变了一副模样 披伞着长发 白衣上满是血迹 目自崩裂 哪里来的野小子 多管闲是坏我的好事 你拿命来吧 五指张开抓向王大勇 王大勇伸手一挡 还没挡住 女鬼却自己收了手 一看有空当 王大勇闪过女鬼 没命地跑起来 一时间阴风骤起 鬼哭神嚎 沙尘迷了道路 遮了月空 仗了双目 那女鬼忽而在前 忽而在后 画出百般凶态 更是声嘶力竭 咬牙切齿 咒骂不绝 奇怪的是 女鬼纵使凶恶 但是一贴近 王大勇就迅速飘走 始终没有直接接触 即使如此 王大勇已是心胆剧烈 眼前的道路根本看不清 只能凭着记忆向前跑 跑了许久 女鬼渐渐不在现身 只是咒骂之声 还是不绝于耳就在筋疲力尽之际 透过漫天的沙尘 隐隐着到了漆黑的房屋 快到村口了 王大勇精神一震 更是拼命迈动双腿 很快到了村口 突然风停沉着 咒骂声也仿佛忽然被风吹散 王大勇跌跌撞撞跑进家门 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看着满脸黄疾的爹娘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家里早就等得及了 找二蛋耍这么晚不回来 正准备出去找 这时见王大勇一进门就为顿在地 面色惨白 王上去扶 发现王大勇已经须脱不能站立 大汗湿透了假袄 喝下半碗热汤 王大勇就昏睡过去 噩梦不断 第二天脱水脱力无法下床 此后过了近一月时间 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 见货还是会在梦里 见到女鬼凄厉模样 女鬼还是一直骂她坏了她的好事 王大胆儿的绰号彻底倒了 她成了村子里老人 教训梦小子们的反面教材 那乱坟岗就传得更加恐怖了 只要太阳刚偏西 那地方就没有人赶去了 不久村里来了一个游方的老道士 听完王大勇详细地讲了那天的经历后 告诉王大勇说 女鬼很可能就是高家死的媳妇 她天命未尽而亡 不能进入六道轮回 只好在世间做一个孤魂野鬼 无拙无落 阴风七语 她受不了这种苦楚 想找一个替身好投胎罢了 王大勇又问那女鬼 为什么没有要她的性命 老道士笑着说 其实你不用怕她 人怕鬼 鬼也怕人 人人身上有三把无名之火 就是专门驱鬼神的 你年轻力壮 无名火正望 鬼神难尽 这就是俗话说的人有十年壮 鬼神不敢报 那些杀成鬼样都是虚像 不过是一些障眼法 鬼邪指期身须体弱的人 你那日大病了一场 其实是惊吓所致 如果你能怀有大胆的本性 自然就无事了 王大勇听完恍然大悟 这以后再也不做梦见到那女鬼了 她还经常路过那乱葬岗 但再也没有遇到鬼 王大胆的名号又落到了她头上 二个月后 王大胆就定亲了 那姑娘就是当初她又下的那位 仿线的大姑娘 一年之后 王大勇就与那位仿线的大姑娘成亲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